新北市东北角海岸也留一带的特殊海景地貌 是照山运动时地球内部强大的迸发力量将沿尘往上推挤 而雕塑出千奇百怪或倾斜或波浪状地貌的照片 拍摄者许杰芳任职外交部40年 出了记录外交重要时刻也拍摄这些自然风光的作品 从即日起在新北市立图书馆展出到106年1月12日 这一次非常感谢徐老师 在他公职生涯退休后的摄影作品 这101幅的摄影作品 把它送给我们新北市立图书馆 那我们也希望也会利用很多数位保存的技术 将这些作品好好保存起来 希望在100年200年后 我们的子孙仍然可以看到在一两百年前 他们的祖先也就是徐老师 他曾经花了很多心力把东北角的美景拍摄下来 除了一个女丸头以外 我觉得其他东西都比女丸头好看 所以我下定决心 所以照东北角 从这个淡水一直到了这个外奥投城 那个人为止 这个我大概花了七八年时间 热爱摄影的他除了拍摄来访台湾的友邦元首 或是正要的照片之外 退休后还是背着12公斤的相机和脚架 坐一个多小时的车来到海边 守候一整天只为了等待最美的光线 用快门捕捉最精彩的瞬间 每一天都是一大早大概七点钟就出门了 中午这个带一瓶水 带一个苹果 带一个什么面包 中午就这样解决了 到了下午三四点钟 眼睛弯天空看看 假如有夕阳好的话 就留下来 夕阳不好的话就打道恢复了 这些东北角的美丽摄影照片 许杰芳用快门留下罕见景观 以相片来留住永恒 给人美不深受的感觉 而这些总计101幅的作品 在展期结束之后 将全数捐赠给市立图书馆 作为珍藏 留下这些难能可贵的台湾地质地貌之美 中家新闻林立如 刘凡刚 板桥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